人生就是要终身学习 不断地学习 而且经典是古圣先贤的智慧 流传了几千年 之所以它能够流传了这么久 有它的能量跟它的频率存在 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些经典的时候 对我们而言 就可以吸取来到古圣先贤的能量 学习读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要改变他的命运 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是修道 第二个就是行善 做善事 就好像原了凡一样 一直不断地做善事 改变了他的命运 第三种就是读书 就是读经 因为透过这三种方法 才能够达到改变命运 最根本的重点 我们在读经 其实就是要感谢我们的基金会 都会举办一些经典的考试 举办这些经典的考试 其实就是督促着我们 可以更认真地学习 为什么 因为人都是被动的 我们不要像那个寒苦鸟一样 就是都会懈怠自己 然后后来又一直不断地后悔 寒苦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是有一种鸟 它就是寒苦鸟 那他们呢 因为都不肯去制作他们的鸟巢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天气非常的冷 天气很冷的时候呢 他就会一直想 好冷喔 真希望我明天 早上我就可以赶快照鸟巢 这样子我晚上就不用在这里 一直这样子 当漏醉 很冷很冷 这样子入水都非常的寒冷 可是到了隔天早上 太阳公公出来了 照得他的身体非常的温暖 他就会想说 哇好舒服喔 等我啊 这样子享受了这个温暖的阳光之后 我再去照我的鸟巢 可是一直又到了下午 到了晚上 鸟巢依然没有照出来 所以他就一直不断地 晚上就这样子后悔 然后在白天啊 又立下志愿 到晚上一直不断地后悔 所以希望啊 我们在准备这些 今年考试的时候啊 我们不要是 哦考完了我们才后悔 然后呢 那个后悔之后啊 又一直立下志愿好好的读 我们其实啊 就很简单 追寻了这个三百的这一种方式 就一天呢 就一百字的进度 就一百字就可以了 而且啊 就读一百遍 然后每天这样子的读啊 相信啊 就可以啊 有很大的成长 因为日积月累 功在不舍 那我们啊 再继续地往下看啊 其实啊 曾经啊 有先佛跟我们慈悲过一句话啊 就是说 要福慧双修 就要日日不修 他的日日不修呢 就是休息的修 那如果我们日日不修 就会福慧双修 听起来很像绕口令哦 可是在第二句里面的日日不修 就是不修行的修 那我们就会福慧双修 我们的福啊 福德跟我们的智慧 就通通都休息 就没有了 因此啊 要不断努力地精进 不断努力地学习 这些经典 才可以让我们啊 渐渐地福慧 都能够具足 那还有一个 先佛跟我们慈悲过 就是精进真修 才是化解一切苦恶的根本 我们唯有不断地精进 努力地去修持啊 才可以让我们的自身啊 让我们这个自信啊 越来越圆满 然后啊 让我们遇到 不论任何的困难 我们都可以啊 迎刃而解 以平常心去对待 这一切的苦恶 所以要精进真修 才是化解一切苦恶的根本 而且啊 还有另外一句话 行慢更胜于行止 虽然我们走得很慢 好像一天一百个字 很少很少 可是呢 总比我们怎么样呢 都不学还要好 所以慢慢走 行慢更胜于我们都不走 行止 就停止了 而且啊 学少更胜于不学 学得很少 一点点 可是比我们都不学还要好 所以啊 其实一天 一点点的进度 日积月累 就可以累积我们很多的 这些智慧产生 而且啊 还有另外一个仙佛 跟我们讲过 就是有所谓的 九转经单 就是三不离 第一个就是不要离开道场 不要离开前线 不要离开经典 因为一旦我们人离开了经典 我们就会人生的方向啊 失去了依靠 所以啊 我们不可以离开经典 就要一直不断反复的读经 然后再来啊 还有三不忘 就是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慈悲心 不要忘了我们这个佛心 不要忘了我们的一些善愿 也不要忘了经典 那三不倒 就是不论在人生的困难里面啊 人生的路途中 我们不要被贫病潦倒 因为贫穷困恶生病 我们这样子就倒了 就随头上志 怨天尤人 那也不要被名利拷倒 因为我们有名有利了 我们接下来就觉得自己趾高气昂 这样也是不对的 那再来就是不要被人事拷倒 不要因为人事的一些原因 可能有一些人对我们的一些行为 然后让我们觉得对人生非常的失望 这样也是不对的 那其实啊 为什么能够让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拷倒 就只有一个方法 一直不断的读经 让我们能够建立正确的观念 那读经有哪一些好处 第一个增强记忆力 可能各位前嫌会觉得很奇怪哦 为什么会增强记忆力 其实啊 我们这个脑袋啊 在我们小时候 就是一个空白的一个图书馆 就像现在这边这样子 一个空白空空的空间 可是呢 当我们把经典读进去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在这一个空空空档的图书馆里面的书架上 摆上一本书 读了一本书就等于在脑袋里面摆进去了一本书 读了两本书就等于摆了两本书 那我们要怎么在我们这个脑袋里面啊 摆了很多书就是要一直不断的读 当我们的头脑里面呢 有了这些书之后 自然而然啊 对我们而言经典一直背 我们就可以越来越背越容易 所以我们的记忆力就会越来越好 那再来啊 就是可以开发我们的潜能 怎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 犹太人啊 他们啊 是世界上啊 得诺贝尔奖最多的民族 可是各位前嫌你知道吗 全世界的犹太人才多少人 也不过仅仅是1600万 那这1600万呢 他才占全世界人口的0.3% 只有千分之三 但是犹太人呢 他得到诺贝尔奖的比例啊 却是历年以来诺贝尔奖的32% 我们把它反除回去啊 就可以知道 他们犹太人得到诺贝尔奖 其实是等于全其他的民族 全世界其他的民族是100倍 这样子惊人的这一种比例啊 那我们会想要去了解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可以办到 可以让整个民族 有这么多的天才 那我们知道啊 他们的天才有哪一些 像爱因斯坦 他是科学家 弗洛伊德是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 然后卡夫卡他是作家 还有肖邦是音乐家 夏卡尔是画家 卓别林 他是非常有名的喜剧泰斗 这一些人通通都是犹太人 因此啊 就很多的那个专家学者去研究 为什么 犹太人是怎么办到的 那其实啊 他们去研究发现啊 犹太人三岁的时候 他们开始教导他们西伯来语 可是呢 他就教孩子背诵 像波罗普罗密多行经 这样子的这种祈祷文 他不了解孩子能够去了解这些意识 但是他只是教他去读书 而且以背诵为目标 就是要让他背下来 一直不断的背 那犹太人他认为啊 在小时候 如果没有把记忆力建立好的基础 以后就没有办法学到其他的知识 到了五岁呢 他们就开始背诵圣经跟摩西律法 就是一直不断的背 一直不断的背 那到了他七岁的时候啊 他就要把那个摩西语书当中的创世纪啊 出埃及纪啊 这一些生命纪 民数纪 利默纪这些 他们全部配合着旋律 一直反复的背诵 然后到了十三岁 接受成年礼之前啊 他就可以背诵了 全部最基本的经典 解决 一定会 受伤 运 受伤 挤 开